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晚上好,我是炎炎,很高兴再次遇见你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搜狐网的 董卿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一起来听 善良是很珍贵的,但善良要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 我们都知道善良是一种美德,对人要和睦,处事要豁达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越是善良,越是会变成被欺压的对象 当一个人饥寒交铺的时候,你给他一碗米,就是解决了他的大问题 他会感激不尽,但是如果你不断地施舍,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了 神性都有贪婪的一面,时间久了,你的一碗米不够,两碗不够 三碗四碗,还是堵不住他的口 尽心竭力,也是杯水车心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 心肠太软,容易被当成软柿子捏 心眼太好,容易被当成缺心眼看 最初的善意帮助,会变成最后的恶意后果 也许你行善不失,广积善德 举手之劳的小事,并不会导致什么大的损失 善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期期 当他的所求得不到满足,反咬一口时 你也最容易成为无辜的受伤者 没有棱角的善良,不仅不能向世界传达你的善意 反而输送了你的惬意 没有原则的善良,让真正的朋友含心 让不值得的人,永远不懂得,不可侵犯四个大字 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哦 你这么好,一定不会拒绝我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 一些人出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 可是仔细想想,我好,我就一定要帮你吗 何况我好,并不是我帮你的理由 做一个有棱角,有锋芒的善良人吧 懂得用智慧惩恶扬善 在好人那里,还是好人 在坏人那里,露出自己的锋芒和自己的烈性 谁需要保持一颗善心,是没有错 但不是对谁都好,都没有底线 你没有底线,他们就没有原则 当善良失去了原则的时候,就助长了恶 有棱角的善良,才是真善良 没有锋芒,没有棱角的人 是很难在这个粗闭的世界走得更远 愿我们的善良都带点锋芒 晚安 我心中有一道自由的光芒 是风和花,是风和花和星空 是雨和山和海洋 从从离别的夜晚 大火炮香,直到天亮 但自由,跑不过恐惧 梦的脚步,会不会冷藏 从此草原,足迹真强 喝水倒着流淌 生命叫错,是低头含羞 伤口流着血又灰山光 别让梦想泪半点点 别让语言光华鲜亮 因为风和花和星空 因为雨和山和海洋 空夜里的黄色柱子 是难寒 我干净的脚步 我干净的脚步 风在思念的稻草地 青春的手握不着天亮 包围中尖闭的房屋 时间很贴心,勇气如草 远方海面,白无闪电 秘密地把灯开花 这一刻我开始更长 无所谓失眠,无所谓方向 万人知道在身后沉默 孤单的灵魂也是开花吗 我生命最美的烟火 就在那一场大火中央 是风和花和星空 是雨和山和海洋 这一刻我开始更长 无所谓失眠,无所谓方向 万人知道在身后沉默 孤单的灵魂也盛开光芒 我生命最美的烟火 就在那一场大火中央 是风和花和星空 是雨和山和海洋 是雨和山和海洋 是雨和山和海洋